其實網路上都有 我只是抓101年 跟102年的資料 這兩年的資料 基本上它的規則 樂透彩的規則應該各位知道 就開 應該都買過 只是有沒有中不知道 它的規則就是 開出7個號碼 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然後反正就是 看你中幾個 特別號有沒有中 反正就算 它的比例多少,中多少錢 樂透彩是 1到42號,可是大樂透就是 1到49號,他後來有做 一些的規則改變 然後網路上都 都可以查得到這些歷史資料 所以如果你查那個 關鍵字 大樂透,樂透彩的歷史的話 第一個好像就有了 這個都有 每一次開獎 這麼多啦 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 全部都有 所以其實網路上也有人 很認真 就把網路上這些資料撈下來 然後建一個資料庫 然後去統計分析 到底哪一個 就是中獎機率最高 那你可以做一個預測 有點像大數據分析一樣 分析一個趨勢 看哪一些數字 將來可能會出現的機率是最高的 當然這個 反正 不過這當然是 也是至少 你在 在 比較有一個意趣 那 這個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你可以從這上面去找 像什麼很多 這一堆 光要統計的話 就統計不管 這麼多 OK 那我們其實這個範例題 是從網路上撈下來 撈下來之後 我們做統計的一個範例 OK 那首先第一個 網路上的資料 當然 當然 網路上的資料 你也可以離線 慢慢複製貼上 可是你如果有這麼多 你想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一鍵完成 所有的歷史資料下載 當然可以 不過前提 這個難度又更高了 為什麼 因為牽涉到什麼 網路上 如何利用VBA 撈網路上的資料 那 VBA怎麼撈網路上的資料 至少會有三種以上的方法 那這三種以上的方法 可能就比較進階了 那也不是我們現在 你們現在基礎 可以負荷的了 所以也許 有興趣的同學 也是一樣 我YouTube上面 其實應該有放一些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看看 然後呢 自己動手做一下 隨便也可以 利用同樣的方法 看有沒有一鍵完成 把網路上面的那個 大樂透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邊總共有幾個page 1到48 那它有沒有什麼規則性呢 你會發現 你會看一下 點1的時候 上面的這個 跟點48的規則 有沒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OK 那因為呢 它這個資料是動態的 那實際上呢 它是動態的輸出 那1跟48最大的差別 是只有在這個數字 所以如果你將來 你也可以跑個回圈 for i 等於1到48 然後怎麼樣呢 去給它一個連結 去抓那個裡面的資料 抓哪部分的資料 抓你要的資料 那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 每抓一個 就新增一個工作表 放資料下去 換下一個 再把它放下 一鍵就可以1到48 全部撈下來了 你也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分頁 全部放一起 放一個工作表 可以啊 你也可以放完 偵測最下面 一列在哪裡 再把它加一列 再繼續加 所以1到48 全部都可以放在一個工作表 沒有問題 我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把它當 當成一個練習的 其實網路上很多東西 就是這樣子 那我好像在 部落格裡面有放 或者我的那個 YouTube上有放 怎麼樣批斥的去抓什麼 抓股市資料 其實這也都蠻常用到的 那方法至少有三種 在我的那個進階課程裡面 有提到 OK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回到 D100 01 102 那統計分析的部分的話 怎麼算機率 所以101年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就是 六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那其實主要是這七個欄位 其他欄位基本上沒有作用 OK 那所以我要怎麼樣統計比較快 我是建議啦 一請你把這個範圍 因為等一下還是要選取 所以選取的話 那我建議啦 你乾脆怎樣 把這個 把Shift按住 然後Ctrl Shift向下 把這個範圍呢 我是建議啦 就是因為等一下還是要選 你不如把它建一個名稱 以後按F3 存取它好了 那這個範圍的名稱 101年 那我們就叫做什麼呢 這個範圍呢 叫開獎101好了 後面那個叫開獎102 那可是剛剛是用公式裡面的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因為上面的頂端列 就是黑名單三個字 可是問題現在 我們上面雖然有開獎號碼 但是還有個特別號 所以呢 這個時候你就不能用剛剛那個方法 阿記得也不要選到上面的名稱 我們用第二個方法 你可以用定義名稱 打什麼呢 開獎101 這樣子OK 所以呢 定義名稱呢 如果上面有欄位名稱 請你用從選舉範圍建立 如果上面沒有欄位名稱 或者是欄位名稱 有超過一個的話 那你請你用什麼 定義名稱 OK 然後呢 名稱叫做開獎101好了 OK 然後呢 我們就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名稱管理員裡面會多一個開獎101 參照到 就這個範圍 OK 一樣的方法切到102 游標放D2 然後按序格鍵 先把橫向先選了 再Ctrl-Shift向下 這樣子 然後呢 定義一個名稱 名稱叫什麼呢 開獎102 OK 按一個確定 那當然如果你不確定有沒有成功的話 名稱管理員點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這個範圍 如果是的話 那表示你做對了 OK 第一個喔 先把名稱先定義好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要怎麼樣算統計它的機率 當然呢 我希望知道 1號出現幾次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呢 欸 康乙甫 確定 Range的話呢 F3 去開獎101裡面找一下 找什麼呢 找1號出現幾次 OK 因為前面剛好 號碼就是在前面啦 所以 quriteria 就出現按確定 17次 欸 所以101年1號 這麼多 出現17次 那當然底下 如果你要知道其他的號碼 那你一下子全部都查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要出現的次數 而是要出現的幾率 所以幾率的話呢 就是什麼 等於 這個出現的次數 除以什麼呢 除以總共 全部有幾個號碼 欸 全部有幾個號碼 那我就什麼 康乙 當然你這邊用康乙或康乙A 結果都一樣 因為我們那個 這個後面有沒有 你可以在 如果還要加康乙 算什麼呢 按F3 幫我算一下開獎101裡面呢 全部的號碼裡面 總共有幾個 693個 應該了解 那個嘛 OK 那個邏輯就是 總共有幾個號碼 那裡面的話呢 他開出17個 所以他的幾率是 0.0245 點點點 OK 但是你想說 這幾率算出來是沒錯啦 可是有的時候 我不希望看到那個是 0.0 這個格式感覺好像 不容易理解 那如果我希望呢 把格式改成是 萬分之多少 看起來好像比較 可閱讀性高一點 那我格式該怎麼下 按滑鼠右鍵 儲存個格式 萬分之多少的話 在這裡面是沒有 所以我可以自訂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 萬分之多少 那萬的話幾位數 各十百千萬 五位數 OK 所以呢 未來如果你要萬分之多少 交給一個訣竅 你就算他萬五位數 空一格斜線 空一格 請你打一個萬 他會自動幫你去乘上 萬 之後 幫你取到整數 丟回來到這邊 所以按確定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萬分之多少 這格式看起來應該 可閱讀性 會比剛剛來的高很多吧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反正以後你要萬分之多少 千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其實都可以利用同樣的方法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如果是萬的話 五位數 除以後面就真的除以 乘上幫你乘以萬 結果return回來 但是他只會取到整數位 因為我們格式只有到整數位的部分 按確定之後 底下向下填滿 那開獎102怎麼算呢 其實齁 當然你不用傻傻的全充做 為什麼 因為這個公式 你有沒有發現 他其實跟開獎101齁 只有差幾個地方 一個地方 兩個地方 其實用名稱的好處 這個地方也很棒 因為你換個名稱嘛 反正1 2 3 4 如果你很多年 以後用名稱改一下就好 那你就不用管說 有的年多 有的年少 那個比數嘛 不一樣 不用管 反正就是 那個名稱就是代替那個範圍 所以你按打勾 做完了 那格式怎麼辦呢 沒關係 把這個地方切回常用 用這個刷子有沒有 刷一下嘛 因為複製格式嘛 點一下就好了 再不然你就重做一遍 不過我覺得 可以重做跟刷子 刷子比較快一點 OK 向下填滿 然後再把兩個加在一起 所以等於 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前一次的 這一次的加上 這一次的打勾 然後呢 向下填滿 按排名的話 我想你可以用 插入環數裡面的 那個也是統計裡面的 rank.eq rank.eq裡面 把這個 rank.eq OK 按確定 它的 合計結果 在 這個範圍 所以 游標放這邊 control shift向下 一樣把合計 ref指的是reference 指的是你要比 跟哪個範圍做比對 那這個地方 請你按F4兩下 鎖列一下 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排名全部做出來了 OK 那當然最後的話 應該知道 rank 這個rank rank.eq 是在 2010之後 才變成rank.eq 2007以前的話 都叫rank OK 那它會多一個rank.eq 那不過一般 AVG比較少用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我們如果同名 第一名 第二名如果兩個的話 那並列第二名 如果你用rank.eq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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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名次就很怪了 第一名 第二跟第三一樣的話 它會把第二跟第三名次相加 除以二 所以呢 不是有兩個第二名 而是有兩個二點五名 所以 第二點五名 第二點五名 那很奇怪 二點五名 這什麼名次 所以 rank.eq 比較少用 一般還是用rank.eq 當然它會多一個這個功能 你知道就可以了 以後如果真的會用到的話 那把它向下填滿 最後的話 請你把那個 因為七個號碼 大樂透 如果你剛好下課 採券行還沒關的話 那假設你要抓 前面的七個號碼 OK 那請你做一件事 把前七個號碼 比如說這個 填一個顏色 這個 填一個顏色 但是 現在我是用人工填 請各位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 不要用人工填 而是用什麼 裡面的功能 那應該可以想得到的 新增規則 但是要怎麼做 試試看好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延伸性 如果你做完 可以想想看 那我們重點回顧 一 請你把這個範圍 定義一個名稱 叫開獎101 這個範圍開獎102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 利用康乙輔除以抗測 那再利用那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 把它改一下 那相加再排名 想想看呢 用設定格式化把前七名的幫我 請目提示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將來要做一些統計 做一些算機率的話 其實呢 如果用像 抗扯或抗扯A 其實這兩個函數 其實就綽綽有餘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很快的把 我們要算出來的結果 馬上可以做出要的樣子 OK 試一下